輔大黃瑜定與中山袁藝琪與本屆全大運上演頂尖對決 兩人先是在帆曲宮女團金牌戰碰頭 接著又於個人以及混雙賽中真金 決戰三回合結束 最終黃瑜定略勝一籌贏下個人及混雙賽 而袁藝琪則是帶領中山女團奪金 雖然今日拜多甚少 袁藝琪仍滿意自己一路以來的成長 因為射箭就是除了團體跟混雙之外 算是自己一個人的運動吧 就是學會自己獨處跟自己溝通 然後想思考到底哪裡有問題 今天比賽就是感覺個人沒有做好 但是整體來說還算滿意 小時候因動漫全夜叉而對弓箭產生興趣 黃瑜定進入擁有完善射箭團隊的輔大後 正式開啟射箭之路 練習勤奮且頗有天分的他 首次參戰全大運就摘下銅牌 經過四年的苦練 今年更進化成雙精得主 對於自己大幅度的成長 黃瑜定歸功於團隊的栽培 與自律的精神 很多人都說我是身材有優勢 然後也是有一點射箭的天分 但我覺得更多的時候就是 配合著教練學長 他們的訓練啊 就是努力去配合 然後按照自己的步調走 真的很重要 全大運一般組射箭於今日落幕 府人大學及中山大學成 返曲功項目最大贏家 福大除了黃瑜定自帶兩金一銀 女子個人銅牌及男子團體金牌 皆由福大好手奪下 而中山大學也維持優良傳統 男女合計收下一金三銀 記者 劉修竹 胡佳蓁 桃園報導